一阵急而不乱的脚步身后,监察院四处投目盐,若海已经从刑部外走了进来,身后带着一大群监察院的密探,声势煞是吓人。 见到监察院摆出这种阵势,郭征却无多话,只是皱眉道,想不到盐,大人也来听案。 盐若海却是理都不理这位督察院的御史大夫,看着椅子上那个漂亮的年轻人,微微一笑道,本官盐若海,见过范公子。 范贤也站了起来,微笑道,盐大人再不来,我今日只好拆了这刑部,然后逃亡天下,这自然只是句玩笑话。 韩志维看了盐若海一眼,皱起了眉头,心想监察院怎么也来搅局,说道,小贩大人咆哮公堂,殴打官差,其最难设,不论谁来,只怕今日也是出不了刑部的。 何况本部早已发指前去所拿杨万里等一干人犯,待人正医治,此案自然大白。 不用了,盐若海说道,十三衙门的官差前去同服客栈拿人,已经被我院一处木铁大人亲自拿下,现正在监察院里喝茶,上书大人待会儿若是有空,不妨去将你的下属领回来。 拿人的反被人拿,刑部的颜面就在今天完全丢光。 韩志维指着盐若海的鼻子骂道,监察院什么时候有资格管我刑部之事? 我刑部拿人,你们凭什么从中拦阻? 春为弊案是本院在办,圣上旨意中,刑部与大理寺只是协理。 颜若海四处望了一望,发现没有看见那位大理寺少卿,微笑道,既然是协理,就要做好协理的本分。 杨万里等四人一直在本院看管之下,尚未定罪,怎能移交刑部,尚书属下那些衙役太过混账,穆大人将他们请回监察院。 又何错之有? 郭征英寒说道,杨万里之事罢了,只是一项来朝廷怨务的规矩,这位小贩大人是刑部先发的文。 今日,既然他已经站在了刑部的大堂之上,任你监察院说破天去,也休想将人带走。 直到此时,三思都不知道范贤与监察院之间真正的关系。 只是以为范贤揭闭案与监察院打交道,加上与费界的师徒关系,监察院才会想要回护对方,所以抢先用规矩来压颜若海。 颜若海皱皱眉头,看着那些围在范贤身边,手中拿刀的十三衙门立员,说道,怎敢对范大人如此无礼。 郭正见他不听自己这位堂堂都查院御史的说话,无比恼火,心想,你的品级比自己低如此多。 怎敢如此无礼,这位御史一向少与监察院打交道,所以根本不知道监察院的嚣张。 颜若海在皱眉,望着韩志维抱拳一礼道,上书大人,下官奉令请回小贩大人,还请通融。 韩志维看见监察路人来了,就知道今天这事麻烦,自己背后的主子只怕也没有料到陈平平会插手。 但今日已然势成其虎,咬牙道,暗卫沈杰,怎能待人。 颜大人,这和规矩不合呀。 他学着郭正的口气,处处以朝廷规矩压人。 颜若海三皱眉,挥了挥手。 无数声闷哼似乎在同一时间内响起,只见刑部大堂之上,全风脚影相加,十三衙门的人根本来不及反抗,围住范贤的那些人就已经被搅了谢,惨被击倒在地,生死不知。 监察院四处向来是监察院除了五处之外,武力最强的一个部门,又岂是这些刑部差异所能抵挡。 范贤发现身边终于清静些了,笑着灰灰衣袖,走到了颜若慧的身边,笑道,麻烦了,本来以为只是会让王启年来一趟而已。 韩志维拍阿尔起,大怒道,如此无视朝廷刚计,难道你们监察院也想造反吗? 我明日上书圣上,定要致你们个死罪。 颜若海四皱眉,回身道,依朝廷规矩,监察院八大处官员,只清罪黄命,遇紧急状况可暂避庆律,非圣上明旨,六部三司二院不得擅自审讯,难道尚书忘了这一条? 郭征音笑道,颜大人这种大头目,三司自然是不敢审的,但是小贩大人又与你们监察院有什么关系? 八大处是哪八个人?这京都官员,谁人不知,谁人不晓,什么时候小贩大人成了八大处? 要知道监察院执司,向来要经过五年,才能续正,小贩大人今年十七,难道他十二岁的时候,就开始掌管监察院一处事务? 没有人会相信,所以郭玉石与韩尚书根本不担心范贤今日敢踏出刑部大门,只要他敢踏出刑部大门,那就是藐视庆律,大罪难舍,加上范贤又得罪了如此多的金官, 朝义汹涌之下,就算是宰相大人与范尚书,也没有办法保住他,陛下也不得不降罪于他。 颜若海看了一眼范贤,温和一笑,范贤微微一笑,手指伸到腰间,将皇后赐的如意小配件解了下来,随手扔给一位监察院立员,然后慢慢掏出一块木牌,那木牌色泽微黄,上书着提斯两个大字。 他将手指直伸向郭玉石与含上书,那二人齐齐往前伸着脖子,看清牌子上写的什么后,震惊无比地颓然倒坐在椅子上,那块木牌就像是远远地扇了这二位朝中高官两记耳光。 范贤笑着摇头说道,二位大人再会。 说完这句话,他就与颜若海二人,在监察院立员的拱位下,施施然向刑部大堂外面走去。 堂上桌后,郭玉石满脸铁青,韩尚书靠着椅背上沉思,谁都没料到范贤竟然有监察院提斯的身份。 提斯是什么?是监察院八大处之上的超然存在,是监察院里最隐晦的一个执思。 朝中官员多有猜测,但谁都料不到那位传闻中阴森无比的提斯大人,与这位满腹失滑,一脸阳光的小贩大人,竟是同一个人。 怎么办?韩志为睁开眼睛,眼中射过一道寒光,不论六步还是三思,都没有资格审讯监察院提斯。 除非陛下下旨,但你我都清楚,陛下不可能下这道旨意。 过正皱了皱眉头,看着消失在刑部前十街的那一大队人马,冷冷到,真是个铁做的乌龟,竟是找不到下手的地方。 不过,不是有些好奇,范贤为什么一开始不亮明身份,非要来刑部走这一遭。 难道他真的不怕我们动用朝中高手,抢在颜若海来之前,将他擒下? 韩尚书也敢不解,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是大有忧患,既然今天根本无法咬死范贤,那么迎接自己的,一定是马上到来的强大反扑。 他叹了一口气,想到范贤最后说的再会二字,慢慢品砸出来一股苦涩之意,一股恐惧,不知道自己身后的势力能不能保住自己。 走出刑部大堂之外,范贤平静说道,院长大人逼我亮明身份,也不至于非要玩这么一出无趣的戏码。 颜若海微笑说道,院长以为,既然刻意要让这经中诸生知晓大人的身份,那自然需要在正确的地点,恰当的时机,用一种相对而言戏剧化的手法,展露出来。 今日在庆国刑部大堂之上,经中是紫云集门外,为大人明冤,正是大好的时机。 范贤摇了摇头,没有说什么,其实今天还真有些行险,那些隐藏在六部后的强大势力,如果想必其功于此意,完全可以有更狠的法子。 如果自己不是在苍山之中修行效果显著,自己也没有信心,敢在阴森公堂之上谈笑自若。 监察院是情务机构,所以名声一向不好。 颜若海轻声解释道,所以院长大人才将你揭破弊案的事情大肆宣扬,率先将你的名声树立起来,这样监察院提私的身份曝光之后, 才不会让那些世子百姓一想到你就害怕反感。 原来,只是一个形象塑造工程。 范贤深深吸了一口气,先前胸中郁闷,还未散去,日后自有详细计较的时辰。 颜若海没有听明白这个年轻的提私大人此话何意,从身旁下属手中接过范贤先前解下的玉如意小配件,递到他的手里。 范贤将这块如意放在手掌中轻轻抚摸着,忽然开口问道, 婉儿入宫对太子解释,而且我自认此次春围也没有怎么损伤太子的颜面, 以太子的性格,应该不会如此刚烈。 先前,韩尚书忽然狠辣起来,倚仗的究竟是东关哪一位? 颜若海微笑道,不是太子,自然就是皇后了。 皇后 范贤一挑眉头,心想自己范贤得罪的人是越来越多, 只是不知道皇后是不是因为自己很害怕的那个原因在对付自己。 她握了手中的玉如意配件,想到这配件也是皇后赐的, 下意识里便想扔掉。 颜若海微笑提醒道,宫中赐物,你随意处置,这是大罪。 范贤笑道,谢谢提醒,只是如今我提资的身份马上天下皆知, 还有哪个衙门敢不长眼来审我? 衙门不敢审,宫里敢审。 颜若海轻轻拍拍他的肩头,发现这个年轻人比自己的儿子还要小些,摇头叹息道。 范贤点头受教,然后诚恳说道, 此行北齐,请颜,大人放心,我一定会将师兄平安带回来。 多谢,颜若海说道,走出刑部大门,一直围在街上的世子百姓们, 看见永接弊暗的小范大人平安走了出来,爆出一片欢呼,欢喜无比。 范贤向四周微笑致谢,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今日会在刑部表现得如此嚣张。 原来这是因为自己终于做了件自己认为十分正确的事情, 就像前世看小说时那句话一样,什么是正道? 正道就是做对的事情,自己认为对的事情,这种感觉很好,很强大。